早晨的阳光真的很漂亮 刚才那头几个灯柱 我一晃觉得很好看 但是就没拍上 好像早晨的薄雾的那种 对 咱们就是本皮尔森方向走 然后出境本牛洛巴号 法兰科夫方向 还有零北方向 都是这条路 车的影子好长 对啊 早啊 不很大 而且整个都黑了 刚才还阳光明媚呢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那样 就是这条云带也好 叫雨带也好 就是从东北往西南再移动 对 这个是南面 南面到那种 智能阶级和智能阶级 我看 南面和智能阶级 智能阶级和智能阶级 过去 我们去加油站了 就前面这个麦当劳 这段的颜色也特别好 前面有点黑云的这种颜色 然后我们就要过边境 就叫做Los Vados 34.9 对啊 贵色了 早晨的颜色 你跟在他后面吗 横黄眼睛 34.9以上 反正欧洲是柴油车多嘛 原来不是这个沫尔的那个小站 就被沫尔收告了呗 对 这边还是原来的那五百小区 这边还是那个白小区 黄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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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壳 就是那个壳 壳牌 这离边境还有四公里 已经到边境了我们 现在在过境 过去这里是德街边境的边境口岸 是过去有检查的那个机构 现在呢就是没有了 边上这两边这个还是过去留下的建筑 过去的海关的那个边防检查 烧的建筑 现在用火车通关用吧 然后现在这不是也是修路吗 这边也是在修路 这个已经过去了 对啊 路标就是德国的了 刚才那个有那房子那就是原来的就是检查上 过关的那个口岸 现在我们进入德国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右边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牌子 就是蓝色牌子 好了已经正式进入德国了 对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德国 那边是大雨 对 气候是不分边界的 这是 对 但对咱们还挺有意义的 这算是这次这一波疫情之后 刚才那有一个车上面闪着coronavirus什么什么的 对 有可能有流动哨 有流动哨 对 但是这算是这一次疫情这一波疫情以来 这就一年了好 第一次 刚刚说我们一年都没有出布拉格 那就更不可能出境了 所以这是一年以来第一次出境 现在比刚才要应该温度高一点吧 现在是14度 刚才我们是13度过境的时候 从皮尔森过来这一路最高的时候是15度 现在这个是车上的室外的路径的现实 所以比什么15啊 这是够两块的了 哎呦 现在170公里的时速 因为这段高速路是可以不限速的 不过现在其实德国的高速路 限速路段也蛮多的 到慕尼黑要摆弯了 对 如果要去慕尼黑的话 在这里就下路向右拐 那就是雷根斯堡 柏林德里斯顿 那去纽伦堡 安伯格 海德堡 就向前走 这就是分路的 路口 对 前面可以看出来 那地方就是道路分叉 我们现在前方是曼海鲁和卡尔斯鲁河 卡尔斯鲁河呢是德国的宪法法院的所在地 海德堡也在这个曼海鲁旁边 对 其实这个周围 我们其实觉得德国有名的城市还是蛮多的 比如曼海鲁啊 还有海德堡啊 这个中心城市并不突出 对 德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不像说法国虽然南法很漂亮 然后博尔多阿尔萨斯地区啊 都会大家都蛮有吸引力的 但总归大家会先想到说 我去了巴黎了 就代表了 就是我去了法国了 巴黎能不能代表法国是另一件事啊 但是呢 大家会有这种意见相吧 或者是错觉哪怕是 英国呢 伦敦 然后德国虽然是柏林是首都 而且柏林那个城市也非常的丰富 但是大家好像去中心化 就有点 对 有一点这种 去中心化 因为我们现在左手那边是 应该把音乐关小一点吧 那个就是斯图加特 左手这边 我们现在左边哈 左边左边往那边走个五六十公里吧 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呢 比较有特点的是 两个汽车博物馆 两个汽车博物馆 对 一个是奔驰 一个是保时捷 然后我忘了在哪看到看到一句话 说 说叫什么来着 汽车有很多 什么 但是只有一个父亲 就是斯图加特 然后另外呢 就是斯图加特的现代艺术 还是比较的在德国 还是比较的突出的 还有就是斯图加特再往南 就是有一个欧洲规模最大的 购物村 对 购物村 Outlet 叫麦琴根 也翻译叫梅琴根 然后那是一个 那真是一个村子 它不是说在一块空地上 由开发公司 凭空建出来的这么一个 Outlet 而是它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村子 然后但是又扩建了 扩建了很多很多的商店 各种各样的操作是购物中心 然后它这个地方是曾经的boss的总部 就是boss这个品牌 对boss这个品牌的总部 然后那以boss为主吧 为基础吧 然后就不断的就有新的店 这个镇子多少元我们查了吗 没查是吧 多了 这是正在修这个房子 是粘地开了 那那众特别的 不刻意带走 这下的那种 这下来的就是 特别的那种标志标准 招牌 然后还有呢就是 它也有有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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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